中文汉字课 我们今天讲一下繁体和简体 简体呢,书写高效 繁体呢,很有意义 所以呢,各有利弊 比如说我们学习压力的鸭子 压力的鸭子 我们说压力过大,会压死人的 真的吗?这一点呢,和压力的鸭子 原来这个字的意义很相似 压力的鸭,它的意思造字的本意就是 防污倒塌,强体重重的堆在物体之上 所以压力大真的会压死人的 那压力的鸭子繁体字怎么写呢? 是这么写的 繁体字是这么写的 而上面的部分 这是压气的鸭子 你知道吗?一个人压力过大 会导致他厌气 如果你在做某一件事情 坐着坐着,感觉压力过大 最后呢,这件事情你都厌烦去做了 如果我们不是写这个繁体字 我们就不明白 原理压力过大 会让我们厌弃所做的那件事情 所以繁体字啊,有繁体字的意义 而简体字呢,有简体字书写的高效 各有利弊 那当然最好就是繁体,简体 我们都熟悉,那是最好的 各位有没有因为压力过大而情绪失控呢? 有没有父母在孩子面前情绪失控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懂得如何化解我们的压力 可以通过想象来帮助我们 想象自己泡在浴缸里 或者蓝天白云之下 在海滩旁边 如何来观看日出等等 或者有些人唱歌 有些人健走运动 有些人祈祷 用不同的方式可以给我们自己解压 今天就学习压力的压子 希望大家都能够懂得如何化解压力 拜拜 说明楼 twenty notes